Hello,大家好,我是Jessica 我现在在多伦多来参加我们移民顾问协会CICC的一个年会 这个也是疫情以来第一次举办年会 今年的议题主要是我们移民顾问管理规范的一些更新 还有现在加拿大移民政策整体情况的一些分享 我们在排队入场,今天来了很多人 现场给大家准备的有自助午餐 一下午的会开完了 总的来说,加拿大持牌移民顾问的标准越来越严格了 希望可以给来自世界各地的申请人提供最有效的帮助 晚上来逛多伦多热闹的市中心 这里到处现在都非常有圣诞气氛了 多伦多唐人街这里有很多的中餐馆 相比之下哈法的中餐实在太少了 这是我今晚点的四川肥肠酸辣粉 好久没有吃过了 吃完晚饭过来逛旁边的安大利美术馆 Art Gallery of Ontario 今天特别巧是这个美术馆我看到 正好是有Winsey night 就是每周三是免费的 所以我赶紧book online然后过来参观 这个美术馆的建筑空间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特别的有设计感 可能是因为免费参观的原因 今天美术馆里面的人也蛮多的 这间美术馆还有大名鼎鼎的草菅迷生的展览 主题是Let's survive forever 让我们永远生存下去 这个感觉好像突然脱离了现实 进入到了一个有无限的球体的世界 希望你们会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